嘿,大家好,我是翼王,歡迎來到最新奇的開箱用路 這次來開箱一台使用了國產芯片的12比特示範器 是普元晶店的DHO4804 一般來說這種過於冷門,普通用戶甚至可能都看不懂 不知道是幹嘛用的設備,我們是不怎麼做的 嗯,當然這台東西它比較特殊一點 它用的是國產自研的半人碼做芯片組 我覺得還是要支持一下的 而且示範器它有屏幕,有處理器,有操作系統,有USB接口 姑且也能算是數碼產品吧 示範器是科技產品研發之中相當重要的一種測量儀器 可以用來觀察和分析高速的電信號 現在主流的示範器就算是國產的信號,很多也是採用進口的芯片 去年因為芯片短缺就出現過示範器漲價的問題 另外有一個冷知識是,美國60GHz以上帶寬的頂級示範器 它甚至是對華禁運的,因為可以用來做很多尖端技術相關的研發 而這次我們開箱的示範器DHO4000系列 它搭載了蒲原的第二代自研芯片組半人碼做 第一代是MSO5000系列上面的鳳凰做 這次它是做到了核心的模擬信號鏈路完全自研 並且是12bit的垂直分辨率 可以實現高精度小信號的測量 價格就不用說了 比國外大廠規格相似的型號便宜很多 雖然說性能不是多麼頂級高端 但是它的重要性還是顯而易見的 雖然還是在起步階段,但確確實實是在努力進步的 這次我們來開箱的型號是DHO4804 是800MHz帶寬的版本 順帶一提,普人使用半人碼做芯片組的12bit示範器 還有一個更便宜的DHO1000系列 帶寬要更低,功能少一些但是便宜不少 好,基本情報分享完,來開箱 外包裝非常的簡潔 Rigo品牌的logo,然後Possibility and more 剩下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好,這邊是產品標籤信息什麼的 好,來開箱 噔噔 噔噔 哦 配件盒 式波器探頭 這個是500MHz帶寬的 電飯鍋線 USB線 又是兩根探頭 也是500MHz的 對於800MHz帶寬的視波器來說,就是少了一點點 檢驗合格 裝箱部件列表 這個是推薦校準日期 產品校準證書 好,然後本體取出來 噢 噢 噢,大屏幕看了就是爽 等等,少了個東西 說明書呢 噢,只能看電子版環保是吧 可能有的同學已經注意到了 我這台視波器因為入手的時間比較早 它上面的型號還是初期版本的HDO 後面譜源出於命名規範的考慮 給改成了DHO 我現在已經申請到它這個標籤貼紙了 現在給它換上去 DHO 4804,800MHz的帶寬 4G的採樣,12bit垂直分辨率 好,那麼來看看這一台視波器 這台機子首先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這一塊10.1英寸的大觸摸屏 有平板電腦這麼大了 各項操作都是所見即所得,非常的方便 比較酷的是通道的設置菜單 它直接將簡易的電路圖給你顯示出來了 能夠一眼看清這條通道上面現在是什麼情況 從輔助菜單裡面能看到 這個操作系統原來是基於安卓的,非常有意思 屏幕的右邊是傳統的按鍵和旋鈕的區域 可能是因為屏幕佔了比較大的面積 DHO 4000系列沒有給每一個通道安排固定的垂直旋鈕 而是通過中間的這四個按鍵切換通道 這個設計其實也算比較常規了 它比較有特色的設計是 左上角這裡有兩個多功能旋鈕 官方叫Flex knob 我們經常要測量波形上面兩個點之間的時間和電壓差 普通的試波器基本上都只有一個多功能旋鈕 調節的時候就經常要在兩個光標之間切來切去 比較麻煩 DHO 4000系列有兩個旋鈕就可以分別控制兩個光標 非常的方便 而且DHO 4000系列上面的這些旋鈕 全部是用的光電編碼器 按照官方的說法能夠用34年 那麼問題來了 這些薄膜按鍵能用多少年呢 不過像我這樣完全不專業 也不是工程師的業餘愛好者 前面那些都不重要 只要有這一個AUTO鍵就可以了 然後浦原這次還真的在AUTO功能上面下了功夫 特別優化了速度 根據商品詳細頁上面的說明 最快只需要一秒鐘 來實際試一下 速度確實是相當的快 按鈕的下方是探頭的BNC接口 可以看到底下是帶有觸點的 可以自動識別探頭 應該還能給有源探頭供電什麼的 唯一的問題就是這種探頭我基本上買不起 很多比試波器本體還貴 旁邊還能看到它的主抗是可以切換成50歐的 然後來看一下IO接口 正面有兩個USB接口 看了一下裡面的觸點 應該是USB三點不知道多少的 背面的右邊有網線 連接電腦的USB接口以及HDMI輸出 試了一下可以通過HDMI外接顯示器 然後使用前面的USB接口連接鍵盤鼠標 像電腦一樣操作 有條件的話這樣使用確實是要方便一些 以及它還支持通過電腦進行遠程控制 網線和USB的方式都可以 背面的左邊還有一些BNC接口是信號觸發相關的 DHO4000系列沒有波形發生器和數字通道 看來是和MSO系列做了定位上的區分 DHO4000系列比較特別的一個地方是 背後這裡還有一個接口是用來連接電池包的 它可以脫離插座提著到處跑 不過目前官網還沒有上架電池包 希望價錢可以便宜一些吧 然後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是 它的風扇聲音還是比較明顯的 像我們這樣普通辦公室裡面使用的話倒還好 如果是在特別安靜的實驗室裡面使用的話 這個風扇聲是比較難忽略的 外表看完然後來看看性能的部分 這台示波器最最核心的賣點還是它12比特的垂直分辨率 之前在一般人買得起的幾千到幾萬塊的示波器之中 主流還是8比特的垂直分辨率的 這裡的垂直分辨率可以想像成是尺值上面的刻度 8比特的示波器將電壓模擬信號轉換成數字信號的時候 會將量成劃分成2的8次方 也就是256個等級 看輸入信號在哪一級 然後轉換成對應的數字 而12比特的示波器 垂直劃分則是可以達到2的12次方 4096個等級 雖然8和12這兩個數字只差了一半 但實際上12比特示波器的電壓測量精度 是8比特示波器的16倍 用8比特示波器去測量電源的紋波 暫停放大之後明顯能看到格子 畢竟信號轉換的時候就只有256級 而12比特的HDO4000這邊 停,放大放大再放大 每一個波峰都看得清清楚楚 對於10號精確測量一些微弱信號的應用場景 12比特示波器就能發揮它的長處了 另外官方還宣稱這台示波器有著超低的底噪 最低是18微幅有效值 在不接探頭 BNC接口裸露有輕微干擾的情況下 開到最大的採樣率 底噪這個時候的交流有效值 就已經是只有幾十微幅了 接下來我們插上這個金屬外殼 有屏蔽作用的50歐終端電阻 交流有效值確實是可以做到18微幅左右 非常的強 然後更深入的一些測試 我們這裡就做不了了 畢竟要對它進行檢測 那需要高個幾檔的設備才行 那些就不是正常人買得起的東西了 另外我們自己在實際的使用中 發現它的系統其實還是存在一些小BUG的 比如加載設置的時候 部分選項會沒有加在上 好在儀器的生命周期一般都是比較的長 會有很長一段時間的系統更新支持 所以使用體驗應該會越來越好 好,那麼接下來我們將這台示波器拆開來 肉眼確認一下它裡面的國產芯片 這個是電池接口的蓋子 雖然示波器的外殼一般都是塑料的 但是內部都會有金屬屏皮罩 這個是示波器的電源 生產的公司是廣州金生陽 這些是處理器以及前端的散熱片 也要拆下來看一下 散熱片這四個地方是完全封閉並且有接地的 除了散熱以外它還起到一個屏蔽的作用 好,主要的芯片都在這裡了 這一次的主角在這裡 這一堆打著普圓LOGO的 就是這一次國產自研的半人碼做芯片組了 這四個是前端芯片 這兩個是ADC 這些芯片的左下角都能看到CHN的字樣 應該是說明他們的產地都是中國吧 剩下的這一堆芯片裡面 這裡有一顆存儲芯片是姜波龍的 這一顆上面寫著ROCKCHIP是瑞辛威的處理芯片 這些周邊的內存是鎂光的 然後這一顆FPGA芯片是Sylings的 Sylings被AMD收購了 所以這也算是一顆AMD的處理器吧 總的來說這一個DHO4000系列 它不光是使用了國產自研高精度的芯片組 獲得了相當不錯的性能表現 在其他軟硬件的設計上 也有不少的創新 整一個產品力還是相當不錯的 最重要的是它的價格比國外廠商同規格12bit的試博器 真的是要便宜了非常非常多 自從有了國產內存顆粒之後 海外的大廠就再也沒有出現過起火停電之類的事故了 而有了國產的閃存之後呢 今年我也終於用上了800多塊錢 全新2TB PCIe 4.07000讀取的固態硬盤了 所以DHO4000系列示弄器它肯定不是一個完美的產品 但是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非常值得讚賞的一件事情了 希望譜原後面再接再厲 推出更多高性能和高性價比的產品 以及系統更新和Bug修復能再快一點就更好了 好,那麼這次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新冠中心上面點個訂閱 就不會出我後面的精彩影片了 我是魚王三隻眼,掰掰